普京身亡后对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都是灾难 9月18日 郭文贵先生直播中爆料 普京因患不治之症 将不会活太长时间 普京身亡后 习近平将无以为伴 未来美国和欧洲将主持俄罗斯新政权 新政权不一定选择与中共国合作 因为他们未必会接受习普过去的通行 同盟关系 如果俄罗斯发生内乱 中共国之前在俄罗斯所有的勾兑将复制东流 为此 普京和习近平过去以个人关系为主导的两国关系 无论俄罗斯走向何方 对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都将是灾难 中国人将为过去十几年的愚昧无知 习近平的独裁 以及王岐山的盗国经济 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也是普京死亡后俄中关系的新走向 在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 一定要做好长期规划准备 这也是普京死亡后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 这也是普京死亡后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 那是普京死亡前川区的华人和战友们 在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 仅美国县保持 我终于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